正在热播的韩剧《欢迎来到王之国》 两位主演李俊浩和林雨儿 竟然被爆出正在恋爱了 7月3日 有韩国媒体报道 根据韩国演艺圈相关人士透露 李俊浩和林雨儿在合作拍摄电视剧 《欢迎来到王之国》就已经在交往了 而两人这次能够合作拍摄新剧也是这个原因 该消息一出立即引起韩网热议 大量网友纷纷留言表示 如果这是真的 恭喜两位一起合作的理由竟然是这个 开玩笑的吧 交往的话应该不会 一起合作吧 这也太刺激了吧 没有 照片的嘛 是不是在为新剧搞宣传等等 两人戏里戏外都是CP感十足 三人友韩媒爆料在电视剧开拍前 就已经确立恋爱关系 对此 双方经纪公司都在第一时间出面回应确认中 据韩媒漂浮报道 由双方圈内的知情人士透露 李俊浩和林雨儿在拍摄欢迎来到王之国前就已是恋人关系 因此同意在这部剧中饰演情侣 而李俊浩所属经纪公司JYP娱乐和林雨儿所属经纪公司SM娱乐 都在第一时间出面表示确认中 不过 因为李俊浩和林雨儿在韩拥有超高人气 恋爱消息一出马上掀起热议 部分网民兴奋表示很配 诶 好赞哦 他们看起来就很配 但也有人认为如果真的在交往 其实反而会避险而不接情侣戏 不排除剧方以CP炒作宣传新剧的嫌疑 2012年合作拍摄电视剧《爱情与时》 就传出了假戏真作绯闻 之后还被媒体拍到偷偷现身张根硕演唱会 后来这段绯闻恋情不了了之 和2PM的另一位成员玉泽演拍摄家族诞生二时 也曾传出绯闻 两人不仅在节目中互动暧昧 还经常以CP方式合作拍摄MV和广告 但双方回应只是好朋友关系 作为韩语多次评选出来的韩国第一女神 林雨儿的恋情一直备受关注 值得一提的是 6月份在电视剧King Darling的发布会上 两人还撒狗粮 领衔主演林雨儿和李君浩出席活动 并介绍新作称 这是一部能让人轻松享受的作品 King Darling是典型的灰姑娘变白天鹅的韩剧 最凡假笑的富二代遇上爱笑的女员工 便由此发生的一系列故事 剧中李君浩饰演的男主角是集团继承人 多彩多艺长相帅气但缺乏恋爱头脑 而林雨儿饰演面对职场客服种种磨难的灰姑娘 李君浩还在发布会上表示 因为男主角是鄙视嬉皮笑脸的人设 拍戏时的忍笑让我吃了不少苦头 林雨儿说 这是一部浪漫喜剧 剧中人物总是要面带笑容 演员之间的配合与默契也很重要 我一路走来都是这样做的 拍摄期间也十分投机默契 当时林雨儿还大赞李君浩称 她拍戏时的眼神和声音充满能量 可见当时两人以情投一合 谈着恋爱就把片酬转了 这是多少营幕情侣所幻想的结局 我一路走来